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2020年就快過去了,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可能不是那麼開心 不過在標壇裡面仍然有很多很漂亮的標示,我們在這裡選了10隻 我們覺得是2020年我自己最喜歡的換標,來介紹給大家 我是有些條件去選擇這些換標,第一,它必須要漂亮,第二,它需要以供價買得到,最好會有折扣 第三,我覺得它應該要有一些獨特的優點,而第四,要有一個很好的性價比 第一隻我選擇的換標是Aldemus Piergate,外比,Cook 1159 這是一隻三針標,2019年的時候已經推出,今年他們推出了一些特別的標本 我自己比較喜歡Burgundy,酒紅色的標本 我們一眼看下去,它還是一個煙燻色的酒紅色的標本 另外就是它的時錶和指針的反差顏色做得非常好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碗標,看時間看得清楚 這碗標,設計上我覺得它花了很多心思 大家都知道愛比,它最有名的就是王家橡樹 王家橡樹是一個八角形的標本,這個已經成為了愛比的DNA 這次他們在Cook 1159裡面,也是收藏了這個愛比的DNA 就是在這個標殼的中間那一段,是一個八角形的中段的標殼 而它那個標耳的設計,也是非常之特別的 這碗標很明顯是一隻Dress Watch 但是因為它的標耳的設計是比較運動感,所以整隻本標就被人活潑一些 還有比較年輕一些的感覺 它的標耳,另外一個特色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有兩個接點接著標殼的 只是上面那個部分是接著標殼,下面那個部分 跟標殼有一個好像紫那麼薄的一條縫 為甚麼原因要這樣做呢?我不知道 不過這個是其中一個細節的地方 最特別我自己覺得它設計方面就是那個標鏡 那個面就是一個凸的面 而裏面就是一個凹的設計 如果你通過這個碗標直望,我們看這個標盤看得很清晰 但如果你從側面看,它是會給你一些幻化式的視覺的效果 是很可愛的 你一定要看到真標才會知道 這個碗標搭載了它來自己生產自動 上年機械機身,有70小時的動力儲備 所謂的周末標,即是你星期五放低,星期一仍然是會動的 標殼直徑是41毫米,我覺得是剛剛好 防水30米也足夠這個生活上的防水 它定價是20萬,絕對不可以說便宜 不過, given愛比的一個品牌的價值 再加上這隻碗標是一隻金標,我覺得20萬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隻想說的碗標,Andersman Bronze 1000m Diver Andersman 是一個香港人創立的品牌 他的總舵主叫Raymond Raymond 是一個Panerai的收藏家 他很喜歡潛水標 但他覺得他手上的潛水標仍然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自己要創立一個品牌去做一些他自己認為是滿意的潛水標 這個牌子已經有四五年歷史了 我覺得Raymond每年出的碗標是一年比一年進步 他的質感真的很高 他整隻碗標都是百分之一百 瑞士組 我們看看這隻防水1000米的潛水標 他本身是用銅的合金來做的 銅的合金的特性就是經過時間 氧化之後他會有自己獨特的顏色 而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本身他的錶面 這個啡色的錶面是用手刮了一些紋上去 加上那個黃色的大秒針 我認為跟啡色整體來說 顏色的配搭是非常之和諧 亦都是很突出 這隻碗標如果從側面看 他的結構是很強大的 他本身那個錶圈很厚 轉起來很方便 單向旋轉 那顆船入式的標關放在四點鐘位置 因為這個碗標的標高是44米 都不小 如果那個標關放在三點鐘位置 是會戴上手比較硬 碗標本身是搭載一個ETA的292機芯 ETA的292是ETA系列裏面的高級機芯 非常之可靠 準確 還有內容 1,000米防水 我自己覺得有點overkill 誰會潛到1,000米 不過Raymond會覺得 他做防水標就要做到這個standard 才是碗E 因為有三種標面的選擇 每一種都是38隻 聽聽定價 15,000元港幣 我覺得這個性格比是真的超高 因為任何你放進去另外一個 瑞士的品牌 如果給你這個組合 的餡料 他都一定是收你雙倍的價錢 不過我喜歡他是因為他的樣子 以及Raymond的誠意 錢都還是其次 第三隻想說 Bell & Ross的 BR05 Skeleton Blue Limited Edition BR05 去年推出 本身他的碗標的方形標殼加上圓形的標盤 我自己已經覺得是一種很clean的設計 但他今年這個扭空的設計 直接給我覺得有眼前一亮的感覺 我尤其是喜歡他這個藍色的版本 是用了藍色導膜的玻璃 裡面那個扭空的部分 亦都是很有cyber feel 看上去真的覺得是很配合 一個作為urban explorer的定位 很明顯是被一些白嶺 在底子樓上班的人帶的 我自己覺得 配上那條一體化鋼的錶帶 這一款錶是完全 是給別人一種很smart Elegant的一個感覺 他是限了500隻而已 40毫米的直徑 亦都是不大 100米防水 足夠了 另外就是他 配了一個 由Selita幫他做的 專門為他做的 一個扭空機身 定價是港幣5萬4千元 一隻這麼漂亮的 瑞士的扭空的碗錶 5萬4千元的定價 我自己覺得非常合理 第四隻 Frederick Constant High Life Pirpetro Calendar Frederick Constant這個品牌 一直都是做一些 性價比比較高的碗錶 不過自從加入了Citizens 這個集團之後 他有更強大的後盾 這個萬年曆的碗錶 如果在5至10年之前 沒有20多萬 或者更貴的價錢 你都不用想 但是呢 他們做了這個自家設計生產的機身 是有萬年曆的功能 那就是可以做到一個很高的性價比 他2016年的時候 推出的時候 我不太喜歡 因為那個碗錶比較大 我覺得那個標本 不是那麼好 這次他放了在這個 High Life 這個系列裏面 41毫米直徑的標本 我自己覺得就非常棒 因為萬年曆 他本身 會有很多資訊 他會告訴你 每天星期、日曆、潤年、月上 所有這些資訊 一定要鋪排得很好 你才會覺得不會煩 會難看 他那個藍色的錶面 加上白色的字 我覺得是完全做到這個 容易看時間的條件 另外 那條一體化的鋼的錶鏈 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因為 現在的運動Style Dress Watch 是一定要有一條 漂亮的錶鏈 大家不要讓它那個圓形 Dominant 一個標本影響了 其實這是一個走通型的錶鋼 50米的防水 另外 是有 非常漂亮的 椰光的塗層 定價是港幣 75,000元 性價比方面 真是無敵的 第五隻想說的碗錶 IWC Portuguese Chronograph 我自己個人認為 IWC的Portuguese Chronograph 其中一隻最漂亮的計時碗錶 這個碗錶在1998年的時候推出 在這22年裡面 IWC完全沒有變過它的設計 我自己覺得 IWC是做對了 因為你 不應該要改動一些非常之成功 和市場很接受的設計 但是 因為已經22年 所以 IWC也要做出一些改動 他就換了機身 將一個自家設計生產的 自動上鏈 計時機身放進去 是代替了 原本的7750的機身 這碗錶今年我特別喜歡 因為他加了一個 酒紅色和一個綠色的錶盤 我自己很喜歡顏色的錶盤 未必很耐看 不過 真的有些撒眼嬌 看上去是 很開心的感覺 如果你喜歡一些 耐看一點的 它有顏色 配藍字的錶盤 那個是長青的款式 以前全部都是皮錶帶 配這個蝴蝶溝 今年加了鋼錶帶 自己看上去 就好像有一點 令到這個錶 平凡了一點 因為像別人的樣子 不及 他配皮帶 那種反差的效果 這碗錶 它是41毫米的直徑 錶殼 30米的防水 都是有 自動上鏈的 自家生產機身 46小時的動力儲備 定價 港幣62千元 不算是很便宜 但是性價比也在 好了 這個星期的週標時 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 繼續說 另外5隻 我們選了一款錶 謝謝大家